就凭这两句话 那世界大奖就没问题了 而且你这次稳稳地进入了 前五名了我认为 谢谢李承如老师 就你看一开始的那个饭馆 那个老板一出来 你觉得那老板干什么 他都合情合理 因为那个饭馆看着 就不太像杨坚的建筑了 你就觉得钱没话多少 但氛围拉得非常满 原来不讲话的 钱宁皇是个冷杀手 他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跟题材了 这比上次完全不一样 听说你的预算 还比上次少一些是吧 比第一轮少六万块钱 自己还贴了四万块钱 信用卡刷爆了 在景初的预算里面 做出这样的效果 我觉得已经挺好了 难的就是很克制 就这样乖乖地说一个故事就好了 如果你想弄一些大东西 可能就反而不好 现在刚刚好是 好 恭喜你 谢谢老师 刚才那个成荣老师 一边看的时候 一边在对表演赞不绝口 跌宕起伏 转成起合 充分地体现在这个作品里了 关键这个作品的利益 和它的文化 格局 我认为是大的 其中有两句 就是我们人类总认为 外星人对我们是形成危害的 但恰恰 人类是保护我们的 而且还告诉我们的文明 太年轻了 我觉得这个想法 是你自己的创意吗 或者说这句词是你的吗 编剧老师的 不错 齐瑞 我也其实还是要回到价值观层面 我也猜到大概最后小女孩 是那个外星人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导演一来 他就在说 其实他是对宇宙观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反思 就是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待别人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看完这个电影 其实都还不是对外星文明有什么想象 而是对我们做过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今天应该有所反思和醒悟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而我觉得这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对于陌生之物 或者说外来之物 总是天然抱有恐惧 但是你看到这个电影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伤害你的 或者你完全没有防备意识的 恰恰是跟你同源的 然后相似的人 但是也恰恰是 在跨越度非常大之间的人 也可以示意善意 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 最后他把那个外星人 认成他女儿的这个误认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物种 不管是什么文明 爱就是可以超越一切的 谢谢 而且我觉得灯光也特好 就你看一开始的那个饭馆 那个老板一出来 你觉得那老板干什么 他都合情合理 因为那个饭馆看着 就不太像杨坚的建筑了 已经 他那个灯光 是不是那个灯光看起来非常吓人 然后还有一个 我真的觉得钱脑如果拍恐怖片 我愿意花钱去看的 他套塑料袋那一下 确实差点给我送走了 吓死我了 你就觉得钱没花多少 但氛围拉得非常慢 对了 我忽然间想起 他说他的短片要拿世界大奖的 是吧 上次是你说的吧 如果你就是刚才你那两句台词 都是你们自己原创的 就凭这两句话 那世界大奖就没问题了 而且你这次稳稳地进入了 前五名了我认为 谢谢李成如老师 杨超老师 我还挺喜欢 前导演这个科幻赛道是一个高速赛道 对导演提出了一个全方位的要求 你做的严谨 内井的小升降用得很漂亮 确实我也有一种想看惊悚跟恐怖片的感觉 我要说一点另外的 因为作为一个重度幻迷 我对科幻有极高要求 我不会仅仅满足于最后像 大家都在加速冲入这个赛道 所有的中国导演 所有的在座各位年轻导演 我们都面临这个困境 我们要 哪怕只有50万 我们要做到一分钟 所以导演 您也要继续努力 我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 对于一个电影 你要求在短片里面看到奇观 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 我做动物世界的时候 你知道A类镜头 差不多 最低也要25000到30000美金一个镜头 这还不包括资产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你知道我们在设计一个镜头的时候 我们要先进入到概念设计 之后我们要有我们对于奇观的分镜 再做到previous的阶段 而且通常很多时候 如果这个奇观跟你现场拍摄的演员 是有交互的时候 那么我们是要先拍了 然后再把这个镜头定剪了 再发给时效公司 时效公司来做 做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碰撞和修改 这一来一回几个月的时间 这不可能是在短片里面能够呈现的 我想就着杨超老师的话补充一两点 首先第一 科幻迷迷都会对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更高的要求 是超于电影本身的要求的 就像即便是诺兰这样的大导演 他始终被全世界的科幻迷诟病 因为他不够科幻 他不够本质科幻 所以说杨超老师的话 他既是一种批评 但也对你是一种鼓励 因为对你有期许 所以才会更苛刻 我也想请问一下 大众观音组的朋友们 来 这位 其实我想说今天这一部影片 是我就是从开始到现在最喜欢的一部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座的都是一些语言工作者 电影工作者 大家基本都是文科生 然后我是一个理科生 然后我看这个 我就是觉得它的逻辑十分自洽 而且我也很喜欢里面观察者的设定 我是觉得 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 所有科学发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任何的科学工作者 就在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伦理的底线 所以需要不断地 在这些影视文化中 给人类传递这种信息 所以我很喜欢 这一个影片的主旨 然后这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谢谢 谢谢 我特别喜欢 因为这是我的菜 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 就是悬疑啊 恐怖啊 烧脑啊 科幻啊 可能我长得不太像 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 但是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啊 这么短的时间 而且我们资金也有限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软科 是真的不好搞的 剧本也不好写 呈现也不好呈现 我觉得那个小女孩 跟这个科学家的情感的链接 我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就算像诺兰这种 特别会拍这个科幻片的 在《星际穿越》里面 其实我们大家更多地看到的是 那个女儿跟爸爸 那个情感链接 除非是这种极度的科幻迷 才会去研究这个黑洞 到底是什么物质 或者这暗物质 是如何能够绕过它的 等等的这些科学理论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短片来讲 是非常成功的 谢谢老师 我觉得可能大家 对科幻片的定义不一样 不是一个纯粹像 《星际穿越》的这样的片 才是科幻片 然后对我来说 有一些像外星人可能能控制不同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像超能力者 就是这样 我觉得也是在科幻片的范畴之内 主要是我觉得影片的一个世界观观察者理论 这个是一个很硬性的科幻 而且我在构思的时候对这个理念 有换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 即使是完全用了一些硬科幻的道具 一些世界观 一些的影片的动作 难道就是科幻吗 《星战前传》的影片在中国上映的时候 很多人都把它归类在科幻电影内 但是《星战前传》的制片人到北京去交流的时候 他坚决否认《星战前传》是科幻电影 他认为那是个儿童电影 说看奇观 那是硬科幻的思路 软科幻的思路 一定是用通过科幻的桥梁和手段 完成幻想的心愿 这一部分是我们华语电影最可谓的 所以我就讲 就是我们要解决科和幻 但是永远幻是根 其实上一次我们看你上一个习作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脑洞比较大 然后呢比较不靠谱 但这个不靠谱就说明你不传统 你没有在传统思维里面 未来如果你继续要做科幻片的作品的时候 看起来你是有这个爱好 脑洞比较大 当然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 然后我觉得你能走得挺远的 恭喜你 谢谢你 我觉得这个片子远远要比上次那个更成熟更好 对于我来说我也更喜欢 因为我会觉得他未来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所以当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说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 凡是你需要的我都愿意帮助你 所以我非常希望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舞台 多一个类型的导演去拍不同的电影 这个就是我对于小钱的想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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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